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我们讲到中国绿色建筑评价的标准 今集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澳门建筑师协会会员大会副主席 以及中国建筑绿色与哲能澳门协会监视长 黄中原建筑师做我们这集的嘉宾 黄中原建筑师当年就是澳门科学馆的本地建筑师 所以今集找他讲一下绿色建筑就适合了 其实澳门科学馆的设计亮点主要是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亮点就是功能布局的合理性 澳门科学馆是由三组建筑物去组成的 最南面就是一个很高的傾斜臼的 stays 踊踢座来建筑就是我们的展览中心 然后里面有14个展厅 以一个螺旋的的形式 rim progress中庭 翻转的上升 然后到了半圆形的建筑物是我们的天文館 北面是会议中心與白兴工室 展覽中心總共有14個展廳 總共面積是5800平方米 一共有12個長期展廳 以及有兩個專題展廳 天文館設有15米直徑的半球狀銀幕 大約有130個座位 會議中心由多功能會議廳和4個會議室組成 會議廳總共可以容納400人進行會議 第二個亮點就是微氣厚的優化設計 由於功能佈局上分了南北兩個部份 正正在南北兩個部份之間的深形樹廣場位置 貝大師在那個位置開了一個通風的走廊 隨著通風走廊兩旁的一個弧形的建築外牆的設計 就很有效地將一些風導入管裏 令到科學管周邊的天然通風氣流 沒有被建築物所影響 在冷氣系統方面 大量採用了自然的通風 在冬天的時候大量減少了空調制冷的能耗方面 第三個亮點就是採用了大量的天然採光的一些設計 減少了很多很多的照明系統的能源損耗 在展覽中心、會議中心和天文館 分別都採用了大量的玻璃牆 聽起來貝大師的功力真的很厲害 原來其實是隱藏了這麼多綠色建築元素 但是當年設計上 絕對不可能完全符合到中國綠色建築三星 Jonathan 可不可以和大家觀眾介紹一下 未來澳門科學館 綠色建築營運方面優化的項目是什麼 其實貝大師的原設計 已經符合了大部分的綠色三星的標準 剩餘只缺少了幾個部分需要優化改造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在室外環境的優化策略上 在室外停車場可以考慮增加透水的地面 鋪種一些叫做透水磚 增加室外停車場的綠化 種植一些可以提供樹蔭的灌木 可以增加空中的綠化率 減少太陽輻射的熱量 亦都很有效地令到辦公室區 和我們附近的建築物的人 可以享受到多些綠化的可視率 接下來就在室內環境的優化策略上 在員工的空調可控制區域裡面 就建議增加多一些調教 在導光筒優化的公共服務的部分 亦都可以對自然的採光有效地提升 最後就是在節能和節水的優化方面 更新機械空調的機組 能夠令到它的效能更加高 可以優化能耗分區分項的計算系統 監測各個部分功能的損耗情況 在電燈方面 再進一步更換LED的燈具 可以令到更多的再生能源使用 監測各個部分的功能 水耗系統的情況 收集屋頂雨水用的水 就用於在綠色綠化的灌蓋部分 最後亦都可以改造冷卻塔 減少耗水的情況 想請Jonathan說一下 你對澳門科學館綠色建築 環保和節能方面的未來發展 有什麼展望 首先我希望可以繼續持續優化 在節能系統方面著手 收集多一些數據 爭取中國綠色三星營運標籤 其實環保工作一向都是一個長期工作 澳門在這方面已經被其他地方起步遲了 即是像你想像一個已經有病的人 如果我們現在不去醫治他 遲些等病更加嚴重 有很多東西更加回不了頭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在 繼續推動澳門的綠色環保 節能方面作出多一些貢獻 成為綠色環保的科補教育基地 請問我們 學習生成為戶紅色圖 能力更加匠嗎 試過